以色列总理内塔胡尼亚来源,路透社台湾往9月25日电24日,为加强助续俄军安全,俄国防部长邵伊古宣布了有关具体措施, 趁将在两周内为叙利亚提供S300防空导弹,以色列总理内塔胡尼亚随即警告俄罗斯,不要把武器给不可靠的人。 据法新式报道,以色列总理内塔胡尼亚认为,他非常相信以色列断俄罗斯飞机,预行坠机事件的调查结果,及责任圈在叙利亚,并警告俄罗斯,不要把武器给不可靠的人,这将会让整个地区变得非常危险。 据悉,除了提供S300防空导弹外,上伊古还表示,俄方将向是防空部队指挥部提供俄军独有的自动控制系统,同时,攻击需境内目标的空军力量将会在卫星导航,其在雷达和通信系统方面受到俄罗斯的电子干扰和压制。 据外媒早前报道,17日,以色列战机空袭叙利亚目标期间,叙利亚防空系统误击落了俄军的1加1220侦察机,俄方认为,这起悲剧的责任在以色列,以色列领导人则对此事表达遗憾,但认为这件事应该由叙利亚负责,海外网王梦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声宣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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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